一带一路特别节目 为您讲述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 探访泉州古渡口 走进聚宝街 寻找不到一米的小巷子 原来这个巷子这么窄啊 一直是这样吗 对 一直是这样子 从来没改变过去 这个相当于一臂距离 也就不到一米 在青龙巷 发现贝壳座的大房子 失传六百多年 畅销海外的珠光青磁是什么样 这个是用草木灰油来做 商业完了之后 再用柴肴去烧 品种繁多的翻银藏品 见证了粤港 引领世界贸易的辉煌历史 中国古代四大名船之一绿梅猫 有何精妙之处 真的是太巧妙了 你看中间有一块活动的木板 可以像放水闸一样的 闸门 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汽车滚装船 一艘船可以轻松装甲 8500辆汽车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 附近追悉海上思路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试制组 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 寻找海上丝绸之路 给我们留下的历史印记 在福建泉州 宋元时期这里曾是中国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沧海桑田 如今这些古代的港口大多已经不在 但行走在泉州城里的寻常街道 还能找到一些当年的痕迹 设置组的向导杨生荣 是研究泉州文化的学者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富美渡的原址 老师我看这个碑上写一个 就是渡头碑 原来这是一个码头吗 原来这里就是码头 这里也充分印证了 宋元时期泉州的那一段环华的历史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边已经变成马路了 实际上当时这里就是沿海了 这个其实是海边是不是 对 可见沧海 沧田 现在已经变成了陆地 现在已经变成了陆地 那在这一片滩土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对岸 对岸那边有几个州 有个立地 那个我们叫州 所以宋代的一个宰相叫李炳 他曾经说过 参观营米三州路 沧海深中万国商 海水一涨 对 万国的商人都来到 都来到这了 万国的商人都来到这里了 宋元时期 中国对外贸易重心转移到泉州 泉州港与世界近百个国家 和地区商贸文化交往密切 国内外商股 从泉州运载丝绸 瓷器 茶叶等货物 往东南亚以及中东销售 从他国运来香料 药材 珠宝到中国贸易 泉州沿海的地区就呈现出 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景象 这就是泉州的母亲河 浸江 这是浸江水啊 它直接可以通向大海 通向东海 东海 那往东走大概五六公里 就是进入东海 就是交汇的地方了 海 海 海跟什么 那么在古代呢 这里呢 是非常繁华的 就在这儿 这就相当于码头了吧 就是一个码头了 就是一个码头了 然后这些 你看这水池啊 这水池就是当时的公路线 运输线 古代的运输线主要依靠水池 他们用大船进来 过步到小船上 然后沿着这些溪流啊 小溪小河啊 就往内路出洞 在古代由于泉州重满四桶鼠 所以也被称为四桶港 按照史书记载 在泉州长达四百多公里的海岸线上 当年有着三湾十二港的盛况 这些港口如重新拱月一般 组成当年的泉州港 货物从渡口上岸后 马上就会在泉州展开贸易 当时的老百姓把这个小巷 包括那个小巷 叫做水巷 水巷 这是原来是水吗 不是水 是巷 巷 但不是水 但是它是居民生活用水 当时都是吃这个母亲河 浸浆的水 然后整天早上 旁望 两个时段是人潮涌挤 大家都到河里面去取水 然后用车拉 用人挑 这样子就是走过这条小巷 熙熙朗朗 然后水洒了一地 所以就得名水巷 水巷 那原来您刚才跟我说 从那边码头一过来这是 那码头就是 河在我们右手边 这个房子的就是临河而建了 临河而建 这房子的下面就是河了 那当时的话这个船只是从这条河为道路 然后水路能够进来是吧 当时潜州之所以能够那么繁华 能够达到东方第一大港 它是有很多配套的 比如说有一个交易的平台 聚宝街 它是一个交易的平台 有一个金融的 有金融的服务机构 就是一个金融项 金融项它起了一个金融的服务机构 有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仓储 仓储就是大仓库 非常多 再一个就是这些纵横交错的水系 就形成了一个物流的 货物到来了 集散地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 泉州参与国际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广 进出口的商品也越来越多 沿着这样一条丝绸之路 泉州扮演着陆路与海路间 中转站的角色 这块碑上写的是 这是明来远易 遗址 这个怎么解释 这易可能是易战 是吧 是一个易战 这个易战它来远顾名思语 从远方而来的 远方来的客人是吧 接待外来的 你看前面就是季宝街 季宝街那么环盛 四景十周人 那他们住哪里呢 要有一个接待的地方 这就是配套的一个接待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设外宾馆 接待外来的这些宾客也好 然后商人也好的地方 对 商人也好 设置组所在的位置 泉州人称为车桥头 这里是赤铜港 与陆地连接的交通要道 也是货物从水路上岸的第一站 为方便中外商人的货物 起泄图纳 解决运输繁忙状况 当年泉州人在这里 驾设一座小桥 让车能从桥上通过 所以得名车桥头 从宝村的石碑砍出 车桥头仅在青前路年间 就重修过两次 可以想见 当年这里车水马龙的繁荣程度 从车桥头走出 向导杨胜荣就带我们来到聚宝街 这条街就是您说这个聚宝街 是吧 对 对 对 就是飞升海外 海内外的聚宝街 聚宝街 当时这里充斥着象牙 马老 珍珠 还有珊瑚 翡翠 香料 等等一些高端商品 所以叫聚宝 是吗 都聚集到这条街上来了 所以叫聚宝 那刚才我看 其实这两边还存在很多 这个应该都算老房子了吧 对 这是 这原来是做什么用的 原来都是仓库 仓库啊 对 仓库 你看仓库它上面 那边就是一个仓库 这边也有一个仓库 很密集 很密集的仓库 那当时就是说跟码头要配套 所以它很密集的 那跟外国人配套呢 它要建教堂 你看看 这里有一个聚宝教堂 这就是教堂了 聚宝教堂 所以说因为挨着这个港口 它一是存货 二是说文化上的这种交流 都需要有这些配套的这些建筑 那为什么说 泉州呢 当时能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我觉得它应该跟它这些配套的东西 非常完备 有关系 再加上一条就是说 这里的人乐情好客 他的包容 所以才让那么多的外来的客商呢 能够在这里 就是生根 开花 结果 聚宝街长400米 宽12米 街的两旁是凤凰树 和带有闽南 以及异国风格的建筑 这条街的命名 就是汇聚八方的珍宝的意思 在宋元时代 这条街集中了中国最全面的 番货原物和易保真丸 如今看来 这条街只算得上是一条小街 但在古代 这条街可是一条很宽的马路 周围的小巷纵横交错 时至今日 这里仍保留着一些原来的样子 在小巷中最出名的是这条道财巷 原来这个巷子这么窄 一直是这样吗 对一直是这样子 从来没改变过 这个相当于一臂距离 也就不到一米 七八十公分左右是不是 最宽的就是七八十公分 曾经这个巷子里面 住着一个很有才能的一个人 他的才能是为世人所称道 所谓叫道财巷 直接跟他相关的 当然也有巨宝街啊 青龙巷啊 这些当地的一些传说 等于呢 老师这里边还有住人啊 对 这个住的主人 这家的主人 就是我们前周也是很出名的锦绣庄 锦绣庄的那个老板 我一直以为啊 虽然是个巷子 但可能就是人来人往 这种通行的巷子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条巷子 居然还是 就是跟正常巷子一样 有住家 是吧 那他们这样出入方便吗 就是他们都习惯了 都习惯了 还可以看到 不时提电动车 人家都往这边走 我觉得这一定是泉州一景了 也可以是 对 是泉州的一景 稻材巷长一百九十米 宽度不足一米 即便在南方的小巷中 也算是比较窄的 然而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个小巷不仅有人居住 而且从前还都是大户人家 丝毫不介意门前的局促 要知道 它可是处于连接聚宝街 和青龙巷的黄金地段 我们刚才从这个小巷子里边 这么宅小巷子就出来了 现在我看到走到这个旁边 上面都写着 变了一个号 就是青龙巷了 对对对 青龙巷当地老百姓 很自豪地把它称为金青龙 季宝街呢 反而是云季宝 比季宝街还要兴盛 是吗这个意思 比季宝街更值钱 它是金的 季宝街是云的 那它当时是做什么 当时为什么会这么产生这种现象呢 一个就是季宝街 当时是聚集了世界的提珍益宝 那青龙巷呢 是为这些提珍益宝的交易 提供了一个贺备对范 还有就是很多大官贵人 都住在这 都住在这 走在青龙巷 可以见到很多清代闽南传统院落市民居 也能找到带有东南亚风格的 中西合璧式洋楼 这是因为 这里靠近水路码头 到了近代 泉州人不仅在这里做国际贸易 还有很多都下南养经商 年纪大了 落叶鬼根 第一件事 就是在青龙巷盖一座大房子 而他们选择做墙的材料 就与众不同 哇 这边墙上是满满一堵墙 全都是牡荔壳是吧 对对对 这些壳不是本地的吧 你看就可以发现这个牡荔壳 那要回来的时候不能空着船 轻飘飘的会容易被风刮倒 所以要拿一些东西来压仓底 就有重量是吧 有重量 就捡了当地的这些牡荔壳 牡荔壳 来压仓底 就带回泉州来了 在青龙巷行走 总有一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细节 细细品味 都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 有着密切联系 这是一个华侨的主屋 跟它本身的华侨有关 它也是一座龙和中西河壁的一个建筑 那它这门口呢 门口的这些瓷砖 你看看这些瓷砖 你看这边 这些瓷砖是不是都是从 应该算是国外运回来的呀 都是国外运回来的 已经历经近百年了吧 近百年的历史了 近百年的历史它还色彩新艳 旁边的这个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这旁边是有一个大象的图案是吧 对 这是属于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寓意呀 这个像这种 下面人生的应该是印度教的一种 印度教 印度教的 那所以说我们看看这个房子呢 就觉得好像它是好多种宗教 对 这个肯定 我觉得这有点这种西洋 这是印度 所以说 然后旁边又是中国 这种古香古色 所以就整个 如果认真看的时候 你还会发现 你看 它这个门 依然叫 你看这个 上面这个就是拱顶 是伊斯兰教的风格 多文化的杂柔 是泉州街头最大的特点 这座建筑是 菲律宾华桥李妙森的古居 它位于青龙像龙头的地段 你看 上面龙西演派 说明它是一家姓李的 这是唐号 唐号 这是唐号 龙西是姓李的 青龙街上 留下了泉州人从南洋 甚至更远的西亚 北非地区 带户代的建筑风格 也留下了他们 在海上丝绸之路中 敢打敢拼 勇往直前的辉煌一夜 失传六百多年 畅销海外的珠光青磁 是什么样 这个是用炒蒙灰 又来做 上一完了之后 再用柴肴去烧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还原了 当时两宋时期 在烧至珠光青磁的时候 那种当时是怎么做 我们现在就怎么做 品种繁多的藩银藏品 见证了粤港 引领世界贸易的辉煌历史 酸柱的这个土旺 后面就演化成 我们货币的古号 远方的家 一带一路特别节目 附近追悉 海上丝路 正在播出 海上丝绸之路 不仅给世界带来了一股 新鲜的东方文明之风 同时海风和海潮 也将中国的磁器 银器还有茶叶等 运往各地 在厦门的同安区 有样磁器曾远销海外 但是在六百年前 骤然消失 直到二十世纪 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它就是珠光青磁 设置组驱车来到了 同安区天溪村 前去派访珠光青磁的 传承人庄游易 这都是您的作品吗 是的 这就是 这就是我个人的 个人作品 这就是珠光青磁 对 珠光青磁 跟别的青磁 有什么区别吗 珠光青磁 有点偏黄色 就是我们这样 叫枇杷黄 就是跟枇杷的 那个黄 那个颜色接近 以那个为经典 右色青黄 右面透明 呈玻璃质地 常见双鱼造型 这便是珠光青磁 相传 它被日本的 茶汤鼻祖 珠光文林所钟爱 因此以珠光青磁为名 生阳海外 据考证 珠光青磁的 烧制年代 为北宋到元代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回过头 它以前是日用词 但现在我们回头来看 这些作品的时候 我其实见到 它每一件当时 每一件作品 其实是一件艺术品 因为跟一个当时的 一个匠人的 就是美术功底 那个艺术招艺 都有关系 在国内 民谣出产的珠光青磁 并没有什么名气 保存完整的器物 都很少见 据考证 两宋时期 它主要是外销磁器 当年它随商船 远销日本 朝鲜 菲律宾 甚至非洲等国 在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的许多国家 都能找到它的踪迹 多年以来 人们以为珠光青磁 产自浙江德清 1956年 人们在天溪修剪水库时 挖掘出大量磁器 窑具 经过专家考证 确定天溪窑 为珠光青磁的产地 争议多年的 珠光青磁窑口之谜 就此解开 庄游艺是天溪村人 从小在水库边玩耍的 它常捡到磁片 2011年 它尝试恢复烧纸 珠光青磁 这个是用草木灰釉来做 这个实际上很特殊 因为我是在我们古窑旁边的 那个椅子 里面把那些泥土挖出来 然后挖出来之后 然后拉坯成形 之后再用草木灰釉 上釉 上釉完了之后 再用柴肴去烧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还原了 当时两宋时期 在烧至珠光青磁的时候 那种当时是怎么做 我们现在就怎么做 来做出这个气形 由于需求甚多 当年听西窑的产量很高 它的胎粗 圈足不规整 花草纹也很简单 呈现出质朴的美感 想要复原珠光青磁的真正面貌 装有意下离方苦工 它在窑口附近挖泥制坯 用柴肴烧纸 它的柴肴就建在水库旁 在做那个青磁的这种 有料的主料 就是这些叫草木灰 这样子就把一些稻草 那个烧成灰 这个再把它磨细一点 这现在只是半成片 对 这个只是半成片 装有意从始料中获知 珠光青磁食用的是草木灰有 但是具体配方无从得知 他拿着古丝片 不断对比试验 研究了11个月 终于烧纸出了琵琶黄 当他拿着作品给专家鉴定 结论却让他失望 没有那么精致 我做了偏精致了 他说我做了偏精致了 他们说这个严格意义上 不能叫做光青磁 那我当时啊 我当时听到这样 其实我是不甘心的 我觉得其实已经挺像了 为什么说不像 后来自己回来想想 好像是的 不能专家说了有道理 现代的这种生产技术 是完全可以给他做的 简单讲就是 我可以把明药的东西 做成像光药一样精致 是这样 那做的精致 反而就没有珠光青磁 他们这种质谱的这种质地 之后又研究了几个月 装油翼终于复原了珠光青磁 原朝末年 由于全州港没落 外销减少 陶土资源枯竭等原因 听西瑶和珠光青磁相继衰落 如今 铜湾的许多有识知识 正在恢复珠光青磁的生产 装油翼还建立了陶蚁村 以推广珠光青磁的文化 失传了近600年的珠光青磁 正在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 福建漳州 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 明清时期漳州粤港的海外贸易中 占进口比例最大的 就是国外的白银 听说至今漳州的民间 还保存着大量当时流入的 被称为蕃银的各类白银货币 我们试制组驱车来到漳州市区 专门拜访了对蕃银 颇有研究的文史专家 漳州著名的货币收藏爱好者 林南中 我听说您收藏了很多蕃银 但您能跟我讲讲 这个蕃银定义是怎么来的吗 因为在我们这里 我们就把在米南这一带 就是把蓝银统称为蕃 那蓝银过来的东西 比如过来的是海外的银员 那就叫蕃银 地瓜就叫蕃树 那阳楼我们也叫蕃楼 那其实如果是指蕃银的话 就远到拉美 甚至是这些欧洲的这些国家 我们这里也都给它称作是蕃银 50岁的林南中 进行蕃银收藏和研究 已经有20多年 著有多部蕃银研究的专主 他介绍 中国并不盛产白银 粤港海外贸易 以单方面的货物输出 和海外银币的输入为主 这导致白银大量流入 史料记载 从明万里元年 也就是1573年 到崇祯17年 也就是1644年 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 大约14000吨 占这一时期 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二 使银矿不足的中国 成为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 改变了宋元时期白银外流 海外贸易逆差的现象 让中国进入了 和世界接轨的白银时代 他告诉我们 当时最早流入张州的翻银 是手工打制的西班牙快币 16世纪他们就铸造了这种 叫做快币 也就是海上之后 就过来的一个很主要的货币 可以说是现在 现在美元的这种地位 当时它是海上 这些主要的一些大的港口 铺口很多都是在使用这种币 这个是一元的 这怎么能看出来是一元呢 因为它有币值 它这种币 它这里有一个8R R就是当时他们的货币单位 瑞尔的缩写 那我们张州化多少钱 我们读多少锐 锐 这个在张州问价格的锐 其实它就是从西班牙 这个货币单位锐氧化 这种方形呢 它就是橙色固定 先对固定 就是说比如说它是九层 它就是这种橙色它是固定 然后重量也是固定的 就是以27克作为标准 那这种币还有一个特点呢 它主虎币配套 就这个是8R是一元的 还有两元型的 还有一元型的 还有五分型的 这种13克它就是半元就是4R 这种是27克是8R 林南中介绍 翻银出入越岗时 中国还处在金粮击重时期 由于翻银的重量 橙色标准化 可以用个数计算 相较于银两 有利于流通使用 所以逐渐被百姓接受 并且民间与官方都开始参照 翻银的样式重量铸造白银 从而推动了中华货币 从银两制向银元制的改变 林南中说 翻银流入初期 西班牙银币因橙色好 数量大 重量适中流失 一举获得了市场交易主币的位置 而在闽南地区影响最大的 是西班牙的双柱地球银币 你看它的壁的里面图案 就是那时候的世界地图 最早铸造的是1732年 它开始铸造这种酸柱 酸柱酸地球它怎么样呢 它这里有这种鞭齿 白和花的图案 这种纸边的铸造工艺很难 因为它花的图案比较复杂 酸柱酸地球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这两边的这种酸柱 就是希腊神话 大力神 海格拉斯酸柱 酸柱的这个图案后面就演化成 我们货币的符号 因为它这里还有售贷圈起来 那我们现在很多国家 还有50多个国家的货币前面 就有双柱加一个S 像美元也是这样 美金就是这样 对 那人民币我们是讲话 只有一柱跟一个S 所以现在的这种货币图案 其实它的源头 就从这种酸柱酸地球图案 演化而来 那可见就是说 对后来的这种货币发展 它影响很大 林南中介绍 明清时期 流通闽南的藩银 来自30多个国家及地区 20个品种 除了西班牙银币外 对闽南影响较大的还有 荷兰的马剑银币 墨西哥的阴阳 日本的龙阳 英国的湛阳等 而在后期流入的藩银上 都著有中文壁纸 可以看出 当时粤港在世界贸易中 地位的变化 林南中说 从粤港收入的白银 不仅促进了明末政府 银库收入的增加 推进了明朝赋税和货币改革 带动了当时的经济繁荣 在张州 海外货币的广泛使用 也让藩银融入到当地百姓的生活习俗之中 这个比较有意思 这不就是那种流通的货币吗 对 那为什么要把它穿成这样 对啊 我们民间这个叫七连贯 它是由七枚这种货币 去给它先签而成的 在订婚的时候 要由郎方就带去给女方 作为一个订婚礼物 然后还要在当地的这种寺庙里去上仙 上面就有赤上这种 光地庙就上西湖子了 能开过关的意思 就完婚以后到小孩子满月 配在小孩子的身上 就是这样 满月的时候 这就是祈福祝福一个小孩子 能够健康成长的意思 从林南中的藏品中我们感受到 今天留存的这些白银食物 不仅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 张州翻银的故事 也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 那段历史的见证 中国古代四大名传之一绿眉毛 有何精妙之处 真的是太巧妙了 你看中间有一块活动的木板 可以像放水闸一样的 闸门 这里有全球最大的汽车滚装船 一艘船可以轻松装下 8500辆汽车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特别节目 附近追悉海上丝路 正在播出 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 带动了造船业的兴盛 虽然现在遗留下来的古船 已经难寻 但在浙江州山 陈国河却根据传统工艺 仿制出了中国四大名传之一的 绿眉毛 绿眉毛是鸟船的大名词 鸟船头小身肥 船身长直 是一种小型快速海船 琴似鸟头 所以称之为鸟船 古旦的鸟船不仅有眼睛 目光还看向不同的方向 像这种处于远向航海的船 它是往前面开的 往前面看 往前面液高开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船 是渔民骨鱼的船 那么我们是往海面上 真的是不问不知道 疑问很有讲究 那么如果说你是一艘官船 我是真正是远向航海的 我是往上面 往天空上去看 就是在过去 在大航海时代 只要两艘船这么交汇 一看这眼睛就知道 你是捕鱼的 还是官家的 还是远洋的 是吗 对 那这艘船 它应该是远洋船了 因为它的眼睛是往前 往前看的 真威风 鸟船头部的挡水板 涂成红色 就像人抹了胭脂一样 又打扮漂亮 出远门利子 这艘绿眉帽是定制的 孙师傅花了一年时间打造 与2002年建好后两次远航 我们上船看看它的内部构造 要上船了 这一屁股就坐在了木帆船上 我发现啊 你看 在我的脚下 这边 这个位置叫什么呢 大类 大大 大类 大类 原来这艘船就像人的这个筋骨一样 它是有类骨的 对 那为什么管它叫做大类呢 大类呢 它比较坚实 它如果说船与船之间碰壮的时候 它就这个 这个木料后的门 它就强路就强了 然后就是抗这个击打 抗碰撞的那一枪 船的肋骨需要坚硬厚实的木料 对材料要求最高的是桅杆 这艘绿眉帽的主围高24.5米 有三面主帆和两面副帆 航行时可以根据风向和风力 调整风帆的角度 船就可以逆风航行 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术 和航海术的高超记忆体现 这个船是一个船员船 这是一个放货物的船船 这个是船员最的船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安全 那么我们就请为这里面 就是做这个船员船 比较安全 是船舱当 船的中间 中间是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地方 好 这边也是一个货舱 这舱与舱之间是有隔板的是吗 隔板有横隔壁的 我们古老的传统工艺里面 我们这个水密隔舱 这个就是称为水密隔舱 水密隔舱 就是说一个舱进水了之后 另一个舱不受影响 对 就是这样 我们如果说这一船 我们挡个地方碰到那个浇石了 我们船舱破了 我们这艘船是不会进水的 是 因为这艘船里面是 这个舱里面是水 那么后面的舱是不会有水的 就是我们古老的传统工艺里面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水密隔舱 水密隔舱 水密隔舱是送来以后 广泛使用的造船工艺 这艘绿美帽上有11个隔舱 不仅保障安全 还能将运载的人员 货物 粮食分开 绿美帽还有两个 储存淡水的水舱 这里 这就是蓄水的地方 这个就是淡水的 我们专门是回馆淡水 现在水可能是吃完了 这淡水舱 它是做成一个漏斗形的 不是漏斗形 它是这样子 为什么会中间会不得隔开呢 对 因为它的舱要晃动 是 如果说整舱的水 它晃动起来力量比较大 那么 它会破坏它的稳定性 对 那么第一个 破坏它的稳定性 第二个就是破坏了 两边的外板 它会冲击 冲击力 那么所以把它隔开了 真的是太精妙了 也就是说它的容器越小 它摆动和晃动的幅度越小 对这个隔板 对船舱的冲击力也越小 这也是木头的吗 木头 全部的木头 这也都是木头的 真的是太巧妙了 你看中间有一块活动的木板 可以像放水闸一样的 是吗 闸门 鸟船是这船的代名词 它与产于福建的福船 广东的广船 以及能够在浅滩行驶的沙船 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船 这艘绿梅帽有20吨的载重量 排水量230吨 相当于现代中型船舶 它曾在航行中遭遇十级大风 却安然无恙 古船的兴盛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带来了保障 在今天 新的时代也有了新的发展 在厦门海舱区排头片区 一艘巨大的运输船 停泊在海舱大桥旁边的码头 这是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汽车滚装船 这艘船专为挪威船东生产 名字叫做猎手号 它总长199.9米 有14层停车甲板 总面积相当于10个足球场 可以轻松装载8500辆标准小汽车 这是目前全球装载量最大的 超巴拿马型汽车滚装船 也代表着当今 以及今后一段时期 大型汽车滚装船设计 与建造的最高水平 我们现在走得上这个尾门 这个尾门现在目前来说 应该是最重的 现在是自重350吨 设计师王建军 2003年就开始在下船总工 设计建造巨型滚装船 他将带我们进入到滚装船的内部 去看看这个巨无霸的胃口 到底有多大 在平时装车的时候 到了码头以后 它这个滚门就放下来 然后所有的汽车 全部从这边开上来 然后我们在前面那边 还有一个边门 边门当时装汽车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打开 打开以后 汽车从这个方向 从这个方向 现在开到我们现在车库里面来 现在我们往前走的 就是车库 滚装船又被叫做 开上开下船 它不需要调货装置和启重设备 用运火车辆直接上下船 装卸载都更加简便高小 进入船舱 眼前是非常开阔的甲板 仅仅这一层 就可以同时装载600多辆普通汽车 就是这样的14层甲板 装载着8500辆汽车飘洋过海 在甲板上有很多预留的小孔 这是专门设计的绑扎孔 汽车停在甲板以后 就要用绑扎带通过绑扎孔进行固定 避免在远洋航行中 汽车因为风浪而移动 互相碰撞 我看第一层的这个高度 和第二层的高度 是还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是 现在我们看看第六层和第七层 那么这两层都是活动甲板 当时在装重型卡车的时候 我们那个顶线车在底下作业 就把这两根的甲板 全部顶到最高的位置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合适的顶级车 那么这两层的甲板 全部可以顶到最高位置 可是可以移动的 全部可以移动的 那么到了第五层的话 我们所有的重型卡车 那些像以前三辆工程 那种比较高的车辆 全部可以装在第五层 那么这个两层甲板顶起来以后 这个空间就非常的高 最高能有多高 将近七米多 将近七米多 除了惊人的装车辆 这艘滚装船的自动化程度 也非常高 每个甲板的升降 坡道的骑落 都有中央控制系统 来统一调配 操控设备 也都是世界顶尖水平 这就是外面的第十五层了 这是第十五层 看我和远方的这个海桥 大桥都要在一个平面上了 那个这个高度有多高 现在的话应该是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应该是有 将近五十米了 将近五十米高 最高点到 这个灯围的最高点应该是五十六米 五十六米 五十六米对 整个上面这个区域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标志 这个一个是一个直升机悬架平台 工程师王建军的父母 也是从事造船方面的工作 他从小就在造船厂里长大 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造船厂 可以说他一直都与造船有不解之缘 2003年 他参与设计的4900辆载重的汽车滚装船 靠着上乘的整体质量 流畅的外形设计 被业界称为厦门型 这边我看到两个天窗 这是干什么的 这两个是那个娱乐室的天窗 娱乐室 下面就是娱乐室吗 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 这个是个平的 就是一个平的 那么后来传统助长经理认为 他有更好的思路 他觉得金字塔很漂亮 结果他就说搞个金字塔行的 然后就跟我们船长协商 来做一个金字塔 金字塔形状的 那么后来我们到市场秩序一下 觉得这个确实也不错 那么后来我们就设计着 来安装这个东西 随着中国造船业 与国际航运公司的合作日益加深 王建军越来越意识到 远洋船部的设计 不应仅关注他的装载能力 和科技含量 还需要根据西方船员的生活习惯 船东所在国家和民族的 传统文化等等 做很多人性化的考虑 王建军带我们来到船舱的生活区 这里是专门为西方船员设计的咖啡吧 很宽敞 日常船员在休息的时候 可以坐在这里面 然后咖啡的那个大厨 会送咖啡进来 船员在这里休息 坐着休息 小吧台 有沙发 对 我看这边还放了一位女士的照片 这位是 按照西方的传统 每一艘新船守航前 都会有一个命名仪式 由一位身份贤赫 德高望重的女士 将一瓶香槟酒 智奖船头打碎 这就是新船的智平礼 而智平的女士 就是这艘船的教母 她会守护这艘船 和乘坐它的人永远平安 王建军和他的团队 从2003年 着手设计的载重 4900辆滚装船 到2016年的 8500辆载重的汽车滚装船 建造完成第五艘 下船总工 已经出口和开工建造的 巨型汽车滚装船 达到28艘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载重更大 技术更先进的中国船舶 出口到全球各地 会有更多中国制造的巨轮 航行在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有波涛的海面 就有防范 防范连成片 连航不孤单 我等住院 永世书相传 每一句都是 爱的起点 朋友之间 坦诚相见 有福同乡 有福同乡 有难同担 在呼唤 带着心 传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 静静相略 就注定了你我 相见的今天 心就不停 再旋转 世界每一秒 瞬息万变 因为有你 就没有他像我们同在一个家园 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